说到台北市的民生社区 一向给人亲优印象 可是你有想过吗 其实在这里没有捷运 老房子也没有附停车位 下班回家只能在路边慢慢找停车格 可是为什么在这里的房价 一坪要价80万台币 有网友就讽刺了 说这民生社区的高房价 就跟铁母一样只是在卖名气 不过在当地住了48年的专家分析 他说民生社区真的有一个投资优势 现感现尖的葱油饼 外焦内松软 一天得卖上300张 观光客大陆的比较多 朋友介绍的还有网路的 招牌卷饼包满5片牛肉 也已经飘香10年 老板夫妇因为爱上周边环境 从年轻就在民生社区打拼 环境不错 然后包括这边有市场 还有其他的店面 这里也是号称 最常遇到明星的社区 刘以豪 郭雪福都在这出没 两排绿树环绕 光是公园就有25个 统计也显示民生社区的绿地 就占了整体面积的10分之一 不过就有网友提问了 民生社区的屋林普遍都有30年 房子又普遍都没有付停车位 一瓶却上看50到80万 到底在贵什么 网路上正反两派激变 有人说这里闹钟取静 是老台北人的梦想 但也有网友很酸 民生社区像贴母一样都跪在名气而已 想到回家还要找停车位 光这点就打枪 有些巷子开始收费以后 目前应该停车还蛮好找的 最近应该在三明路底吧 15分钟吧 没捷运房价却很高 在民生社区住了48年的马西平 这样解读 我觉得民生社区值这个价值 因为它没有高楼大 所以它这个房子的池份就比较多 因为土地的池份就比较多 只是民生社区30坪电租就要20万 如今成了空租一条街 恐怕打坏金字招牌 东森财经新闻日之章博详 台北采访报道